包裹变形器的作用是让对象看起来像贴在一个球体或者圆柱上 我经常使用它来制作一些文字效果 非常有意思 我们添加一个包裹变形器 按住扭曲变形器的图标 这样就可以展开菜单 包裹变形器的图标看起来像一个球体上面有一个W选择它 有一半圆柱 前面是一个平面 我们添加一些字体看看效果 添加样条字体 将文本的内容修改为WARP 空白出单击一下 因为文字是样条 所以不能被渲染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挤压Nervous 把文字作为挤压的子集 现在可以看到文字了渲染一下 空白出单击一下 调整一下视角 因为包裹是一个变形器 所以它对负极或者同级别起作用 不过最好使用同级别关系 添加一个空物体 命名为Group 作为两者的负极 这样就可以看到文字围绕圆柱产生变形 文字本身看起来是有点奇怪 展示前屏蔽掉包裹变形器 观察一下文字 有些地方的面多 有些地方的面少 打开包裹变形器 看到弯曲的强度和面的多少有关系 挤压的作用是什么呢 关闭包裹变形器 关闭挤压 选择文本 当CCD绘制这些文字时 把它们作为样条对象来处理 会在线上建立一些虚拟的点 点到数量刚刚够保持文字的形状 比如在这个R的字幕上 从这里到这里 只会有两个点 意味着挤压后 这里将是一个平面 激活挤压 可以看到这里只是一个平面 激活包裹变形器 这个单一的面是不会被变形的 我们需要选择文字对象 改变它的绘制方式在对象标签属性下 把插点方式由自动适应改为统一 之后沿着样条就会平均分布这些点 现在不再有一个很大的面 取之于很多小面 最终这个问题后 我们就能集中精力来看一看包裹变形器的本身了 包裹变形器的尺寸越接近对象 作用越好 先关闭包裹变形器 选择包裹变形器 找到它的宽度和高度 修改这两个数值 直到贴合这个单词 降低下高度 我们可以在前视图进行观察 快捷键是F4- 向上移动一点 H键框写 也可以拖动边上的点 对它的长宽进行控制 向上移动一下 现在包裹变形器正好覆盖单词 激活包裹变形器后 看到的结果更加进去 紫色的方框代表未变形之前的位置 圆柱代表变形之后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看看包裹变形器的属性 半径控制变形后圆柱的大小 抗接加Z 包裹默认式柱装 我们可以设置为球状 之后可以看到 现在弯曲成了一个大的球形 我们可以控制球形的尺寸 变大变小 也可以控制弯曲的程度 可以把维度起点设置为 负的90度 维度的终点设置成正的90度 调整一下精度的起点 这样就成了一个完整的球形 张力控制弯曲的程度调节起来有点怪 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 调节张力时它还会还原成这样子 而不是变形之前的原状 要留意这些地方 你或许会想到把弯曲后的文字 放在球体的表面是什么效果呢 这是包裹变形器的一个重要的用途 我们来尝试一下 添加一个球体 出现在世界中心 这里这个半径需要和包裹变形器的半径差不多大 球体默认的半径是100 我们把它设置的稍微大一些 设置成500 小键盘上的回车确认 选择包裹变形器 把它的半径也设置成为500 现在两者的大小差不多了 接下来调整一下文字的位置 让它和球体重合 选择group这个空白对象 沿Z轴将它移动 千万到坐标表情下 可以观察移动了多少 这里是一个负方向 我们可以把它的数字修改为负的500 只需要再调整一下高度就可以对齐了 现在两者重合了 选择球体 稍微减小一下它的半径 文字开始浮现了 接下来调整一下包裹变形器的属性 让文字的识别性更强一点 调整一下维度的起点和终点 进度的起点 现在我们的文字就贴到这个球体上了 贴得很好 康椎加尔渲染一下 文字的突出不是很明显 我们选择球体 可以再减小一下球体的半径 康椎加尔再次渲染 如果我们要文字深入球体的内部 只需要选择挤压调整Z轴方向的挤压深度 修改为50 文字就会深入球体的内部 不过看上去好像在球体的表面 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对象之间的层级关系 剩下的就非常简单了